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朋友们多支持我的频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 已经向美国的国务院打了报告,就希望授权撤离 背后的原因,现在不管是中国的媒体还是西方的媒体 主要集中在的这一点就是说 美国的外交官们不认可,不接受 也没有办法再忍耐疫情越来越严格的防控 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前北京的一些做法 所以他们铁心要走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说实话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动态清零的策略 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批评 一直都没有少过 但是美国外交官用这样的一种 看上去非常决绝的方式要离开北京 还是说呢,始料未及 相信这一点也给中国官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虽然他们表态并不理解这背后的逻辑 就在这个结构眼上可以看到中国一位知名度非常高 口碑也非常好的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了 透过微博,洋洋洒洒写了一两千字 这篇微博的文字总体上来看 当然是支持中国的疫情防控策略 尤其是说不能够很快的对国际旅行放松限制 但是他的文字比较的长 内涵的意思比较的多 很有必要来看一看 而且客观来讲啊 中国的有一些的科学家也证明了自己的底色和橙色 和政治和政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位科学家是谁呢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曾光 他是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的专家组的成员 过往他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的前首席科学家 那现在因为年龄原因就退下来了 这位老先生差不多是两个月没有更新自己的微博了 所以1月26日的这一则微博实际上呢 确实是比较的技巧 曾光完全没有提美国的外交官或者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有什么样的说法 而是把把子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 具体来说就是1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官网发布了一则公告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大范围实施旅行限制 并不能有效遏制新冠病毒在全球的传播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专家达成的共识吧 所以呢各国对国际旅行的限制措施并没有发挥作用 那前台词就是说呢 没有必要做更多的国际旅行的限制了 曾光围绕着这一点直接表达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不认同 他的观点还是比较的明确 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认为不适合放松甚至取消对国际旅行的限制 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所谓的现在的情况那指的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指西方的一些国家奥密克戎的病例在快速的增加 但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国家又逐步要打开国门 取消国内外的聚会和旅游限制 这个就是现在的西方的情况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曾光的说法 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曾光的说法就是奥密克戎出现以后 中国防控难度是明显加大 防控成本明显增加 但他还是认为中国能够做到动态清零的 因为出现眼下这样的一些情况 和不精确的防控有关系 也和缺乏一些科学指导下的防控措施有关系 曾光在强调中国已有的防护措施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同时 还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这些提法呢比较的有讲究 考虑到曾光他这样的一个科学家的级别 其实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的一些策略 他是参与了建议咨询的 所以他给出的建议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中国高层的一些想法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两点建议 第一点就是说中国啊 不要走到前头 要谋定而后动 就是想好了再行动 要先看看其他国家防控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取消旅游防控措施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应该去认真分析 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 他就说中国要做好放松的准备 这些准备包括一些公共卫生和科学方面的准备 还有老百姓心理上的准备 关于公共卫生和科学方面的准备 曾光提到了这么几点 第三针加强针 有没有充分搞好 高危人群的接种率 有没有得到提升 特别是老年人的接种和加强 此外呢 就是春节就要到了 他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出国旅游了 现在还不是跟风的时候 那么关于老百姓心理上的准备 是自我的调试呢 还是说官方要对我们这样的老百姓 进行心理的调试引导呢 曾光也就是一句话 点到为止 所以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过往在我节目中的一些留言 我也看到了 就是说过往弦已经绷得是那么紧了 把话都已经讲得那么比较极致了 所谓的千里投毒 所谓的恶意还乡 话都讲到这个份上了 这根弦你要说松就松 官方恐怕考虑的会多一点 尤其是也会考虑到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心理的观感 曾光的这条微博 包括他认为眼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给出的建议等等的 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不管是中国的主流的媒体 还是我们这些网民网友 其实都只抓 其中一点就是说 中国如果现在就放开国际旅行 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至于他的建议 他的别的一些想法呢 没有人去顾及到讨论到 透过点赞数排在前两位的评论 您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第一条就是说 支持国家的方案出开放的 想想我国人口基数吧 那种无助及无力感 想想都恐怖 另外一条也说得非常的直接 绝不放开 误测这浩浩荡荡的支持 收紧国际旅行的人呢 那主体还是中国本土的人 没有去到国外旅行 留学的一个现实的考虑 当然他们也就不会考虑到 引荐着在澳大利亚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其实很多华人和自己的家属 已经两年三年是没有见面了 很多人的孩子都待在国外 也回不了家 家属这边也没有办法去做探望 网友一边倒的评论 很大程度上 其实也证明了 曾光的一点的预判建议 那确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就是说要做好他的原文 老百姓心理上的准备 那就是指的普通居民 公民的心理上的准备 看样子这个心理的建设 是道足且长 这中间既包括普通的普罗大众 还包括基层的防疫工作者 过往没有少挨批评 没有少挨骂 有一些防疫工作者 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还下跪 还包括一些基层负责防控的官员 那过往压力山大 有一些连乌纱帽都没有保住 所以说你一下子放松 疫情防控的策略 包括打开国门 恢复这个国际旅行 他们肯定也是有想法 目前呢 关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 希望撤离 那么外交官写信 或者说打了一份报告 希望获得授权撤离的许可 那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确实有写 这个透过西方媒体的报道 能够看出来 那么美国国务院 现在有没有批呢 目测 根据目前媒体消息的汇总 就还没有批复 但是有可能批复 为什么 因为美国国务院 星期二稍早的时候了 对路透社的一个表述 就是说 美国驻华使团的运行状况 并没有发生改变 如果说在这个方面 会有任何的变化 也只会基于 他们对外交人员 及其家人的健康和安全 有新的考量 这个话兜兜绕一点 那么有西方媒体 就把这个事给他履职拎清了 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华盛顿不会出于政治动机 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因为他回应的就是中国一些媒体 包括环球时报 是比较早披露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强调 这个就是美国在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其实这个逻辑呢 我为什么说他有问题呢 美国最早已经说了 要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结果中国的官方是说 本来就没有请你们是自作多情 接下去 美国又派出一些外交官 要到中国为美国的运动员 提供一些后勤的支援的服务 申请中国的签证 结果中国官方的态度又是说呢 你们又没有抵制北京的冬奥会 那美国不就是成了自己打脸吗 眼下针对着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 希望回到美国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中国媒体的一些解读 又是说呢 这个是在搞阴谋 美国又要抵制中国的冬奥会了 这么一遍又一遍的看下来 说实话 咱们客观来讲吧 因为我个人在我的频道里 从来不说一些所谓的狠话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说 中国的一些媒体 是在给自己在挖坑 美国人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 就已经是外交抵制 何必在这个事情 要给自己找台阶下 要给自己的过错 闻过是非呢 我曾经就写了一篇文章 刚好也在一家中文媒体上 就发表了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这个事情 至少说在外交层面上 要对中国的外交部 进行问责和追责 关于这一点 我还专门就写邮件 向中国一位非常知名的 政治学家 国际关系学家请教 他应该现在是北京大学 在国际关系学院 一位所谓的领导吧 我就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机制 要对中国的外交部门 进行问责或者是追责 他说呢 我的问题很有趣 我就问他 这个有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我看来 包括我身边一些朋友 看来这个事情 是很严肃的一个话题 对吧 然后他的回复就是说 我提到的有趣 就是说 有思想深度 别具一格 这位专家呢 话说得很客气 但是还是婉拒 来谈这样的话题 他相约 说以后有机会去北京 那我也完全理解了 这等于是婉拒 因为确实素美平生 而且这些问题 是比较敏感的 这位老先生 因为我是看过 他的几本书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他对中国的这个外交 是有自己的一些 独到的思考 有一些很好的建议的 总体是呈现出 一种开明的态度了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还是来 向他多做请教 其实中国体制内的人 是对于中国的 外交 其实是大有批评 对于中国的对外宣传 批评的声音 从来都不少的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 政治环境之中 体制内的一些学者 其实他们相对是 比较的理性 比较的温和 对西方的价值观 其实也不是那么抵制 不少人还喝过洋墨水的 但是他们的 比较有建设性的提法呢 没有办法得到 更大范围的一个传播 他们和他们 在学界中的竞争对手相比呢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优势 拉拉扎扎说了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最后再回到赵立坚的说法 在谈到美国 可能授权撤离 外交人员离开中国的时候 赵立坚的一个表态就是 美方的决策逻辑 令人费解 难以自圆其说 其实当两个国家 沟通出现困难 甚至是 激通压奖的时候 做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 才有必要 你毕竟不是说 在做自媒体 大不了就是 老死不相往来 大不了就是 剑拔弩张 口诛笔伐等等吧 像环球时报这样的 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又抛出了阴谋说 抛出了抵制冬奥说 等等 我感觉大把的钞票 给他投进去了 但是效果呢 连自媒体都比不上 再一次感谢各位宝贵时间 有请朋友们都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的支持 过往确实在传统的机构媒体 做了不少的年头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没有各位各方面的支持 那咱们也是道足且尖 走不远啊 谢谢各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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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